接下來的問題 看看題目 這幅圖顯示有四腳架 四隻腳分別是30cm 這裡全部都是30cm 因為是Licks of length 30cm each 每一隻腳都是30cm 後面那句話是Licks resting on the ground 即是放在平地上 即是代表ABCD是平地 然後它也告訴你底部是Square 即是20cm 即是代表這四條邊都是一樣 即是代表這是一個非常漂亮的圖形 它是Right 亦是Regular 非常漂亮的圖形 邊長全部都一樣 然後它就問一下你 問一下你的高度是多少 即是說我在這裡正中間砍下來 應該是會砍中正方形的正中心 我們可能叫它Eπ 我叫它Eπ的意思是 通常我就是E 撇一撇 這個我就是Projection 的E 我先放在這個位置 如果你覺得這個圖形還是不清楚 你覺得很亂 我看這幅圖 其實你可以把它畫出來 它面面都是一樣的 即是四塊三個形都是一樣的 你不用畫四塊出來 其實畫其中一塊就可以了 這裡是30cm 這裡是30cm 這條是20cm 一個很漂亮的Isosceles Triangle 然後它的底部也是一個很漂亮的Square 就是D在這裡 C在這裡 A在這裡 B在這裡 正中間我就放在這個項目 就叫做Eπ 這裡是20cm 這裡是20cm 現在那條題目想你計算這裡的高度 這裡的高度 有很多不同的方法計算 你可以試一試Stop這個影片 看看會不會很快地計算好答案 基本上你用Perfect Serum 應該就已經計算到 自己試一試吧 我先用這個正方形 那我就計算了這裡的長度 因為我最後也可能會按Celta 我就很難沒有Solve 其實你可以Simplify它 如果你覺得那個隨意 看下去很肉酸的話 當我計算到DE 那就好辦事了 因為這條線我有30cm DE這條線我有 然後我如果想計算它的高度 由於這裡是高度 所以這裡是90度 其實我已經可以出到答案 用Perfect Serum 第二個做法就是 我不用這個正方形 我不用這個正方形 我用側面這些 有可不可以計算到呢 其實都可以的 如果我用側面去計算的話 這樣就會是 用Property of Esorcerer's Triangle 我們就可以計算到EF的長度 用Perfect Serum 我們計算到 這個長度是開方800之後 然後就這裡 由於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是Mid Point 即是代表 如果這裡成條是20 的話 即是說 這裡的話 這裡就會是10 這裡的話 就會是10 那我就可以用 這個藍色的三角形 因為同時間它也是90度 我可以用這個Triangle 其實都可以計算到答案 這條就來到這裡了 這條就來到這裡了